Hello 大家好 今天呢很高兴 我儿子那个放假 那个孙立到家了 为啥说呢 为啥说孙立到家呢 因为各地疫情情况不一样 我儿子是从郑州回到海拉尔 他那个我就担心他那个 那个实际他们学校早都放假了 他为什么回了这么晚呢 实际他已经提前差不多半个月就放假了 为啥我儿子才到家呢 因为他那个 你看他们这个大学上的吧 非常有意思 去年疫情嘛 去年疫情完了就是 春节疫情开始紧张 他们就是那个 大二的下半年 不就是整个在家没开学吗 完等大三 这个头半年都开学了 开学了之后这头半年吧 他们就课程就非常安排的 非常紧锣 紧锣密鼓的就是那个上课 学校就是为了早给孩子们早放假 早点回家来 实际我儿子他们前二十天可能就放假了 他为什么才到家呢 他学车票了 他从大一开始学车票 完了就是他行事等到大二的时候 完了再那个把那个学票 学到手没成想就疫情期 他们就没返校 没返校这个车票就拿不到手 这一学期呢 就是那个学校紧锣密鼓的那个上课 为了让孩子们早放假 他一看放假早 他行事把那个车票 他科一过了 科二没过 行事把科二那个先过了 他们很多报名的孩子这个车票 因为他在郑州报的名 就是只能在那里头学 结果他那个就那个 一直就没有机会 因为课程安排得非常紧 他们一直就没有机会去学习一些 所以说他就这次放假早 他先多逗留几天 把这个票那个学 他他只没想把课三也过了 结果一看 他说的还怕那个 那个情况越来越紧张 就没有敢把课三学完 科二考完试探 立马就往回翻了 我就担心 因为我们这 我们这儿的疫情呢 头一阵的说我们那个 就是厄梦克其有疫情 结果好像是那个一场虚惊 没有那个真实的那个 那个官方的那个 说是那个确诊了 谁谁谁得病了 我们这儿那个就算又放松一下 但是下了火车呢 必须是那个都得是经过检查 你才能够进到那个厂里来 我儿子还挺聪明 他在郑州的时候 他防着这一招呢 他说怕下车之后就要你做核酸 如果下车之后要你做核酸 你可能得有一天两天就那个回不了家 起码得等一天的结果吧 我儿子在郑州那个学车的时候 他就把那个做了一次核酸 他就提防着怕那个那个下车之后要你做核酸 他马上回不了家 结果他把他那个做完核酸 那个结果 在火车站下车 从一出事 哎 顺利的那个通过了 顺利到家了 也没耽误多长时间 这个事还真是挺高的 挺高兴的 要不我都担心他 万一一定要你再做核酸 万一再隔离 那可就麻烦了 可能过年才能够回到家里来 一做核酸不得做半个月啊 行 儿子能回来了 我就真是挺高兴 就由于疫情啊 完了那个什么什么都不正常 按道理如果我儿子他们那个 他在那个大二的时候 他就应该把那个学车票这件事 他就能够完成了 结果疫情 他不能返回学校吗 不是整个在家呆了 一学期 半学期嘛 这个是那个学车票也耽误了 他们课程 那个也耽误了 回学校的时候紧着补 紧着补 根本没有时间去学 学其他的 儿子回来了 这次我就 他能帮上我很多忙 再说就是有的网友吧 说是要买牛羊肉 知道我们这牛羊肉非常好吃吗 说是那个北京有个网友 让我去那个头条 后下边那个建一个小店 往来我也看了 我儿子这不回来了吗 也帮我看了 看了说那个还挺麻烦 如果个别的网友 那个 因为我的粉丝还不是很多 我才一千多 如果建店的话也可以 也可以 但是我觉得那个 还为时有点早 因为我粉丝不是很多 咱们要是像头条 头条那个建一个店的话 我还得交保证金是两千到一万 那样事儿的 我觉得 那个 我还是有点挺牵强的 如果个别网友 想那个 得以我们这儿的那个特产 比如说 上好的芥花油 还有我们这儿非常好吃的 牛羊肉 就可以私信我 加我微信 我这样是 那个小范围的 给大家那个 邮寄应该是没问题的 你看我们这儿好吃的有啥呢 这就是我们的那个 芥花油呗 再就是牛羊肉 再就是有牛肉干呗 就这些东西呗 反正确实是 都确实是好东西 如果网友需要的话 可以就是私信我 你加我微信 你看这沈阳有个朋友 他说要那个 我们这儿的羊大腿的肉 就是那去骨头的 去掉骨头的那个羊大腿肉 他问我多千斤 我还真不知道 我明天我到市场上去问去 我尝那个去买那个那几家 确实保证是我们哈拉尔本地的 其实只有哈拉尔本地的羊好吃 就是我们周边的 就是你看我们哈拉尔不是 那个是三个骑士区吗 就是那 其中有三个 那个骑士区 他们是农区 就是莫里达瓦 阿隆奇和扎林豚 他们的羊肉特别不好吃 我们都吃不了他们的羊肉 只有我们哈拉尔就是 大草原上就是 墨士区 东区 西区 阿门克区 还有那个 阿尔古纳市 这个西半部分的那个 牧区的羊 就是我们本地的羊 那里那里的羊才好吃 他让我要买那个去骨的羊头肉 我明天去问了 问一问情况现在多少钱一斤 完了我再从视频上回复大家 其实儿子回来我也挺高兴 我还能借上例 我那个超市我要见会员 就是你看我也会借 但是我的手法指定要慢 这回儿子回来怎么绑上我的忙了 我从小不惯孩子 我们家孩子我什么都要的帮我干 有的孩子不干 我说不干不行 我就得那个 鸡脑的就是逼着孩子 让他帮我干 其实孩子应该 应该让他帮助家里头 那个干的什么 我一直是这么认为 有的孩子说实在的 不管家里的事 其实那样是不行 你父母你说 干什么也是为了你们 你们能帮助父母的 父母想做点事的话 你们也应该帮助父母 我这孩子有时候也是 那个鸡脑的 那我去绝对不行 我要发挥我家长的权威 我打也好骂也好 必须让他帮着我弄 因为咱们在电脑上 或者在手机上的功能 功能上面 确实不如孩子 孩子比咱们整的要快得多得多 这次我儿子回来了 就是那个超市的会员 我让他帮我建起来 就是那个头条的那个 那个小店的事 我们俩研究了 还是先暂时不开 等到时候机会成熟了 那个我一定会开的 网友喜欢我的视频的 或者是喜欢我们这里美食的 你现在就可以私信我 我就可以那个 以微信的方式 以微信的方式 就是给大家邮寄 都可以啊 特别我们吃点牛羊肉 是非常好吃的 那个鸡花油 就是那个苍茫油 那个鸡花油 确实是好吃 你看有的网友 在我那个微信上留言 他说我已经吃了四五年了 他说的 这个油确实香 确实好吃 因为它特别的是那个 它的品质特别的高 他说的 我都舍不得用炸东西 只有是炒菜啦 什么的才能用 用炸东西 因为不费油嘛 都舍不得用这么好的油 如果朋友喜欢那个 非常喜欢想吃 这种我们这种上好的 那个鸡花油 就可以私信给我 加上我的那个 微信号 完了那个 我就可以给大家邮寄啊 今天视频就说到这里 拜拜 再见 希望大家给我评论 加点赞 多评论多点赞啊 这样事的 我就有更充足的信心 把自媒体做下去 下期见 我会给大家看